Nancy不来吗? 没关系啦,现在都有录音 OK,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OK 我们再看一下我这个 基本上我们那个Lucy Press讲完了嘛 对 那接下来我再讲KV Core的几个东西 一个是Smart CRM 那当然一开始你要Add Contact OK,Add Contact 之前你们都有收过我的Max Text 那你可以做,刚刚有Max Email 所以这两个都很简单 那最主要你要先有Contact 你才能记得出去 所以在你这段时间待在家里面的时候 找时间把你的Contact放进去 OK,再来是有Listing的时候 你可以送这些东西 不一定是Listing 这是所有人的Listing都可以用 我等一下告诉你 然后有Engine,然后Web and IDX 这个我等一下告诉你们怎么用 那你的那个Add Contact 是用KV CoreAdd吗? 当然是用KV Core 听起来了 OK 你是不是用那个Excel審命进去吗? 我没有 所以我就自己Add OK,所以你可以用 如果你本来有的话 你就可以用 你可以找KV Core 然后你把你的Excel发给它 它会帮你Import OK,如果你没有的话 或者是你要重新做的话 你就用Add Contact OK,你在这边Add Contact Name 你至少要有Name 要有E-mail吧? 或者是Name跟Cell phone number OK,这样子的话 然后你弄完之后 你要在这边Click 你是可以E-mail给它 可以Call它,Text它 你要Mark起来 有的人不希望你Call它 你就把Call拿掉 这样子你自己知道了 通常我都会先Mark全部了 OK,然后Lead Type 你要选好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跟你到时候 寄E-mail Blaster 或者是Max Max的E-mail 或者是Max的Text 会有关系 OK,所以比如说Agent 就Mark Agent Buyer就Mark Buyer Seller是Mark or Seller Vender就Mark Render 这个就是 基本上有点像你的Hashtag OK 可是我想 我想问一下 这些Buyer,Seller,Vender 就是 已经Sell不能改的吗? 立太 应该是可以改 可以改吗? 我不知道 OK,你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你的Buyer 可能变成Seller 我不晓得 可不可以改 OK,可是你 input的时候 你自己 反正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基本的 你自己去研究之后 你会去 你会去Find out 比较多的东西 OK,我看到了 下面有个Lead Source OK,然后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你把 你把你的 Content Input 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 就像我讲的 因为你的 比如说我这边有50个人 好了 可是我现在要E-mail给 或者是要Tax 给Round Table的 这时候我就要用到Hashtag 所以你建的时候 如果有Hashtag 你就要建Hashtag OK,比如说这样子 我就可以E-mail给Round Table的 First Team的五个Member 你建什么 你建什么? Hashtag 你要Hashtag 当然Hashtag 你自己要建的 OK 哦 那你Hashtag 在Add Content那边加码 对不对 对啊 那你之后加也可以 你可以去Edit 你再去分也可以 可是Hashtag的目的就是 让你可以E-mail给不同类的人 OK,比如说 我现在要E-mail给所有 First Team 这个Diamond Bar的 所以我就要Enter这个 OK,这个就是 First Team Diamond Bar的所有Agent OK,这个时候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说 每次去选一个一个Go 你用Hashtag去可以选他 OK,或者是你 你把每一个Agent都设计上去了 我知道的,我有写了 OK 所以比如说 我现在要E-mail给 Round Table Round Table Round Table 就包括Anthony 跟Elaine 还有Henny 你看 你可以有好几个Hashtag 你属于好几种不同的Group 你可以把它都放好几个 OK 所以你选的时候 就会选到 那当然这个是你自己去订的 比如说 For example King's Bridge 来的客人 Open House 来的客人 你给他一个另外2245Open House 的Hashtag 对不对 那你要Follow up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Hashtag 2245Open House 这边就会出来 等下 我是不是miss掉什么 你这个Group 你怎么 当你所有的客人都enter进去之后 你怎么把它 就是分类 你可以去加Hashtag 比如说 在每一个客人上面吗 对啊 你自己要去弄啊 这边就是你的客人 比如说这是Anthony 对不对 这边就可以加你的Hashtag 哦 你加你的Hashtag 你从这边去加 你自己要去分啦 我看一下 因为你的Excel File 本身并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Hashtag 的时候 你審命给他 他根本 import进来 也不会有Hashtag 你必须 我知道 尤其是新的 比如说你的Open House 来的 比如说Janny的E306 Press Mount Open House 来的 你就把他放一个Hashtag E306Open House 或者是E306Open House 后面一个Date 那 OK 那你每次要Follow up的时候 你要找这些东西 突然 你就打一个Hashtag 就是这几个人 你发一个E-mail 或者是Tax 或者是什么什么 那每一个人民 每一个人民都可以有 两三个不同的Hashtag 有好几个Hashtag 对对对 比如说他又 这个Open House 也有来 下个Open House 也有来 这个都是你自己去订的 哦 OK 所以像 比如说像 Maggie他就属于Round Table 也属于Round Table 也属于Round Table 也属于 First Team Diamond Bar 嗯 对不对 那我要 我要 我要给 我要发的时候 我就是看我要哪一个 反正 他只要有这个Hashtag 他就会被Pick 这样的话 所以我要 比如说我要 我要选到这个之后呢 我在这边 Click 的话 所有的人都 都被Mark了 嗯哼 想问一下 那个Hashtag 可不可以在Add Content那边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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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Mass Email Mass Email的时候 那边有八个Content 这时候你就Subject 然后Body 一样你就发出去了 OK 或者 你要用Mass Text Mass Text 一样 OK Subject Message OK 这个Can 是说你 他有一些已经选好的 已经都做好的东西 比如说 Buyer OK 或者是 你这边还有Can Default的这个Prospect Home 或者是这个 Default的这个Expired OK 他就会把这些跳出来了 OK 那你这个都可以去研究 OK 那你没有这些东西 OK 刚刚做的Lucy Press 那个Eblast 一样 我们不是要在这边去送Email出去吗 那你当这边没有东西的时候 你刚刚做的那个动作就没有意义了 嗯 OK 所以 我觉得最重要最基础的就是你要把你的Database Enter进来 不管你是用Import 还是一个一个建立 你一定要把你的Database弄出来之后 你的你的CRM才会有用 我觉得的话都是 OK 所以最基本的你至少要先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你才能够Test OK 这个是 E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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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Mass Email 跟这个Mass Text 当然还有more option 你可以在这边 Ecampaign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是先不管 OK 你至少要这里面先有东西你才去做 这里面有东西了 你一个可以去研究的话 就比较不难了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Listing 先把这个去 可是我可不可以回问再问多一个小问题 那我们送出去Email 是什么Email呢 是公司的Email 你只是等于说一个Email可以送给很多人 就像我刚刚送给你最后一个Eblast 那个是Eblast 对不对 当你这边如果有比如说你有很多Potential Buyer 然后刚好Jenny有一个 有一个New Listing 可以做一个Eblast的东西 送给你这些Potential Buyer 在南加州的Buyer 送出去 那这个里面如果有五个 你就会送五个 如果有五十个 有五百个 他就同时送 你就不用用Gmail一个一个去送 或者是一个一个去打 因为你从Hashtag这边一选 就选到那五百个了 我现在看到你的Email 你送出来的Email是你的Email来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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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一个Email就是从这里 之前的Email是从Gmail 那个东西 Source Code 弄出来是不对的 所以我要从这里面 That's why我想到说 我把LucyPress跟KVCore合起来讲 OK 所以你从 你从这个LucyPress的Eblast Generate出来的HTML的Code 你放到这个KVCore的Email Bless里面 Bless出去 这样五百个客人就同时收到了 马上就收到 我刚刚就是一起Email给五个人了 你们五个就收到了 嗯 可是那个 Kevin 可是你要寄那个Mass Text的时候 就是电话号码 就不是 就是公司的电话号码 对不对 对 OK 对 我听说你可以自己买自己的号 对啊 要付钱 要钱就是了 所以一开始你 当你会用了之后 当你有比较多的客人的时候 当你觉得说这套东西好用的时候 你才考虑upgrade 现在我只是教你们最basic 这所有东西都是free的 像LucyPress也是free的 KVCore也是free的 那why not 你就是在 现在比较没有事的时候 大家都待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把你的最basic的东西做好 OK 所以我那天就花了 花了一些时间 把Diamond Bar的这些A群全部放进去 这时候比如说 下个礼拜一要有training 我就可以发一个Mass的text 去告诉他们说 记得来这个training OK OK 这个就是SmartCM 所以最重要的 你要先自己把contact放进去 第二个 第二个 Yes OK 那个Agg Contact 比如说我有OpenHow 的那个BioLead 我就通通的输进去 一个一个放进去就是了 然后你是自己选一个 自己选一个Hashtag 就好了 BioLead 就等于把他title是BioLead 那全部是BioLead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随便弄都可以 这是你自己去选的 OK 你做熟了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要Hashtag OK 这样你才能分group 因为这里面全部 比如说你里面有一千个 你如果没有Hashtag的话 你怎么去一个一个找到不同的族群 你一定要分好 分好就是用Hashtag去分 那我再问你一个一个小小的问题 不是很大 因为你的email是从你的自己本身的Gmail来的 那个setting是你要自己改的话 我可以用Nancy 不是email 你的maxemail是从KVCore出去的 不是从Gmail出去的 可是你送出来的时候 是你的Gmail啊 对啊 因为你setup是这样子啊 不是吧 看你怎么setup的啊 这个你要在KVCore 是不是在Original的 Main page的email吗 还是在KVCore的email 还是在Lucypress的email 那边的设计去改啊 他是从Kevin Lin 在First Team的email去寄给你 没有啊 我最后寄给你的 并没有任何东西啊 因为我寄给你的是E-Bless E-Bless我把signature去掉啦 signature去掉 所以这个全部就是E-Bless 那不是你的email开的 还是从你的Gmail出来的 不是他是从First Team 你看kevinlinvaoemailatconversion.com 这是你要看我最后一个 Sample3这个 OK 所以是从KVCore出来的 OK 这个是KVCore出来的 嗯 Kevin可是你点进去那个 那个地方就会秀出你 First Team.com 当然啊 可是这个是我 可是是谁送的 是KVCore送的啊 可是在你的SampleFlyer的话 你自己试就好了啦 SampleFlyer是送出来的 SampleFlyer是你的email来的 不是First Team的email 因为他不是从KVCore出来的啊 这个不重要 OK 我搞混了 太多information了 现在 再来我们看 刚才是从VBless出来的嘛 对不对 再来我们看listing 这个listing呢 是所有First Team的listing 你只要点到click on listing 你每一个listing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broker 你每一个listing都可以用 所以比如说你要找 你要找这个Diamond Bar的 你有客客人是Diamond Bar的 你就可以选Diamond Bar的listing 然后select这个listing 然后送给他 OK 那这边有标准 OK 或者是agencylisting 或者是agencylisting agency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Diamond Bar office的 当你选这个agencylisting的时候呢 apply filter 这个就是现在所有Diamond Bar的listing 这样懂了没有 知道 所以不多啦 第一个就是Jenny的listing OK 这个是Steve的listing 然后有的是Angie的listing等等 OK 所以从这边 OK 假设说我要送 我有个buyer是Diamond Bar的 要在Diamond Bar买 我就可以click on 比如说这个 这两个是Diamond Bar的 OK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Diamond Bar 这个也是Diamond Bar的 OK 这个是Steve的office rental OK 所以这个不合适 OK 假设只有这两个 OK 那我可以选这两个 Click之后Email Listing OK 或者是我Text Listing也可以 我们我们用Text试试看好了 比较快 Text Listing OK OK 然后我看一下 等一下我应该先 这个跟这个 这个 可以 是 那我们可以 寻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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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可以 这边可能只能打,一个一个打 我这样试试看这样可不可以 我如果在 Smart CRM 这边选 然后到Listing 这边来 这样可不可以 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OK,可是anyway,我若选了Janny 那个的话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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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进来了 他的已经进来了 然后我打Jonathan 然后Maggie 然后Nancy 还有我自己,我不晓得送的进去,送不进去,OK 啊,然后 这个不用写吧,这个不用写 然后Message,I think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is listing 然后这个是Listing 的ID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所以这个告诉你说,当你有个Database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Listing 送给他,然后你click on那个Listing 看看 应该是跑到你的website吧 你click on那个是不是到你的website去了 这个好像不是website,这个是好像是那个Listing 的 information 可是都是你的名字来着 意思就是你的website嘛,对不对 就是到你的website去了,而不是Janny 的website嘛 最后最下面是你的照片嘛 对对对 来 做完这样 看到没有 看 对,这个会用了吧 就是说,你可以把任何我们公司 First Team 的Listing 不管是Damanbar Office 或者其他人都可以 你选一两个 你觉得合适你客人的 你只要那个客人在你的Database 里面 你就把这个Listing par一下就送出去 不到一分钟就已经出去了 OK,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会用 嗯,太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Email 刚刚我们是用Tax嘛 对不对 那一样你用Email的话,一样意思啊 OK,他不会把 他不会把Janny 的Information 送出去 而送出去是你的东西 OK,那这样子就很好了 如果你有很多buyer,seller,whatever OK,你就用这个东西去送 这个就是 呃 Mass E-mail 跟Mass Text 好用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Listing就送出去了 OK,这个是Listing OK,还有一个告诉你 还是Janny这个Listing OK,这个Listing 我选了这个 我们看了Email Email没有做 可是我们Tax Tax做了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Boss Property的话 就是你要花钱去打广告了 好,这个我们先不讲 我们先看More Option More Action 这边 啊 应该有一个 我看一下 先Click OK 我还不熟 对不起 再来一次 就是刚刚如果你要Tax或Email 你只要Click这个就可以了 啊 那如果你要做别的东西的话呢 你Click进来这个Listing 进来这个Janny的Listing 然后在这边 你也可以在这边送Email 然后呢 Email旁边这边 有没有看到 按一下 你可以直接Post到Facebook OK 你可以Post到Facebook 比如说你按一下 这个变成你 连到你的Facebook 你要先连好 OK 连好之后呢 你可以写 New Listen Whatever 你看他已经就直接Post上去 然后你看他下面的Link 下面的Link是kevinlink.firstteam.com 也不会把Janny的Information放上去 OK 这是你的 就跟刚刚Tax一样 跟Email一样 就是你的Information 所以 你可以把这个当作你的Listing OK 去送给你的客人 或者是放到你的Facebook上面去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刚才是送到Facebook 这个就是放在Facebook上面 Listing 直接 从这里 OK Post to Facebook 你也可以Post to Twitter Post to Crowdlist OK 你也可以Generate QR Code OK 你这个东西 你只要知道在哪里的 你必须自己去试试看 你听我讲没有用 OK 听我讲好像 弄一弄 很简单 可是当你要做的时候 你不知道去哪里做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做 刚刚那个是Shortcut 在这边也可以Send Text 跟Email 所以你可以Either Either从外面这边做 OK Either从外面这边做Email跟Text 或者是你要进来做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DT从这里去做都可以 OK 然后他这边有个Direct Link OK Direct Link的话你把它Copy下来 你看一下这个Link是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什么 你自己去试就知道 Direct Link是什么 直接Copy过来 然后你放到browser上面去 你看到是什么 看到是你的website上面的Link OK 这是你的名字 所以任何的 任何的listing 你都可以送给你的客人 你的客人都不会知道说是别人的 上面是你的phone number 下面是你的information OK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的Red Link 就直接送出去 你要从Email送或什么都可以 那KVCore就已经帮你做好了 OK 只要从你的KVCore出去就是你的listing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送任何的listing出去 给你的客人 OK 所以that's why你要hashtag 比如说你的buyer 在看Walna School District的 你就要把它group在一起 用一个hashtag 是Walna School District的 这样的话你去送才好送 你不要一个一个去点了 你就是hashtag一下 全部一个group出去了 OK 这个是新出来的刚出炉的 在Walna School District的 OK 那就直接就发给客人了 不管用email 用text或什么样的 OK 这个就是从listing这边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那天听到一个seminar 是说他直接从 直接从这里也可以post到craiglist OK 像craiglist 有人在看 所以你从这边直接post tocraiglist 还可以说craiglist 那你只要送 你只要选 他自己动 我没有动 他自己在动的 全部全部都全部都弄好了 他自己在动 OK 都built in 这个就是你的add OK 然后你当然可以改一些东西 你就是改改改改你的东西 然后就post就好 publish就上去了 那人家会找你也是找到你 OK 当然你要把你的phone number写上去 因为他是自己抓的 有时候他没有抓到你要的东西 OK 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我觉得kv core非常好用 而那你就是必须要去研究它 那既然说 这个东西是first team提供给我们用的 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去用 不然的话你就白交这些钱了 非常非常好用 第一个你要把你的contact打进去 否则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用 OK 讲完这个之后 再来讲一个有用的东西叫lead engine lead engine 我们知道landing page 上次讲过了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call capture OK call capture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你可以generate一个这个 smart code 或者是custom的text code 我们的这个 统一的office number 是这个 就是说你的客人收到你的text 都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你的information OK 加到这个你的text里面去 否则的话他收到这个 如果就像刚刚Maggie提的 如果有两三个agent 同时去follow up这个客人的话 他收到的email 对不起 他收到text全部都是从这个东西 text number进来的 我之前text给你们的 也都是从这个number 只要是max text max message 全部都是这个同一个number 所以如果是 比如说Maggie跟我有同一个客人 OK 那我们都是从这个text出来的 我们剩下10分钟 我讲快一点 这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可以add一个 add一个custom text code OK 比如说Jenny 那个是1306 我们假设说这个是 是是是是是这个 然后他的他的他的这个 mls number 是20065 208 OK 然后 然后 smart number 就是只有一个smart number 可以回 OK reply message or link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metaport 这个link 把它加进来 OK 这个就是metaport的link OK 这个是text code 然后ID number mls id OK 然后link link我们现在用这个metaport OK hashtag 我不晓得这个要放什么东西 没关系 我们先用这样子 然后add OK 所以这个就add进来了 ok 你们现在试试看 你们把 你们text到刚刚那个number 这个number 这个number 先text回去 reply 不是 你就text什么 text1306 你text1306 to this number 909283 6017 这里啊 1306 1306 1306 这里啊 1306 1306 看到了 1306 看到了 我们现在回来一些东西了 我跟着试试更间的一样 Your text to kvico will not be delivered Please use kv core the kv core mo Apps or text your contact directly to respond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可能啊 可能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 我们都是first team的 的member 所以我们的assigned number 都是这个number 所以他跟你的手机连在一起 请你去找你的小孩的手机 ok 别人的手机 text1306到这个number 就会work了 只有两个人 现在有小孩子的 去 Maggie Jenny已经去了 Maggie还没去 没有 不是 我正用那个 我现在没有办法create 你那个link 你说叫我text你啊 没有 你用另外一支手机 text1306这个数字 这四个数字到这个number 902836017 蛤 909了吗 我跟你说 做了吗 ok 等一下 text 然后你秀给大家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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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幕是什么 909283 6017 6017 然后1036 1036 1036 好 ok 我不会用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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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呢 ok 嗯 我跟你说 半个小时之前呢 first team 那个finance 那个lotlender 送了一个email 这个大家都收到了 你收到这个message 没有 回来没有 还没有东西回来 空的 我打了 还没有东西回来 哎 有一个电话打过来 让我听听啊 hello 你可以mute你自己啊 我帮你mute掉了 Maggie送了吗 每个人都在用电话 ok 那没关系 你说他要text回去这个 number哦 对 所以在你的 在你的website上面 Listen it's me ok i got you know what it went to robert robert ok ok one thing right now so we text something called the call capture and we download that number and we download the code of my address oh in a time of crisis i know what ok so you went to robert yes robert yeah hang on okay uh so that's interesting okay robert you can say something what say something oh our team of people anybody close the deal tod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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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et working on it so you can okay all right then now we we figure out we were thinking that we'll send get a tax back on a property but end up you call back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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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thank you bye bye 所以就这样子啦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lip capture的东西啊啊我还要再研究一下因为我昨天从我太太的手机tags一个code到我的手机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啊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这个screen 可是这个是不是就像看不到啊看不清 就是你太太的 phone number这样子吗对对对对他会收到这个link然后我会收到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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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number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他会收到这个link然后 可是kevin 他怎么知道那个是那个是要干嘛的 呃知道啊因为我把MetaPort的link放在里面啦 不是他怎么收到你这个message叫他去enter1306这个东西 你就放在你的你的sign上面或者是放在你的email上面或者是放在你的email上面或者是放在你的porsure上面 that's why i wanna show you guys how to do that 因为你有个新的listing 在做lucy press的时候 在做你的porsure 在做你的promotion的时候 你就generate一个code 那人家看到这个code 就text 给这个number 然后就会reply 这个information给你 那我现在放的information 就是这个MetaPort的information 那我昨天说的话是我太太会收到 可是现在变成robert收到 所以我i'm not sure how that work 因为就像Maggie讲的 这个是每个人都一样的number 所以有可能是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leap capture的一个system 那谁先收到 比如说他有一个priority 先去robert那边 robert may just 变成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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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 don't know ok这个我们还要研究 可是至少说 这个kv core里面有这么一个function 可以去用 ok那 这个jenni 你可能自己要去研究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用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 就是combine你的marketing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蛮厉害啊 这个system 那可能我要下次要问robert一下 这个到底怎么用 他应该会用 他会知道 因为我要走了 没关系 我真假 我记得我去CAT的第一个training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样东西 就是 他们会收到lead 然后他们会assign给一个人 然后你有十分钟 要去respond 你没有去respond 跳到下一个 有可能是这样子 五分钟吗 我不是有一段时间的 好像那一天 因为我们有一个custom call 因为你去看你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custom call 那有一个不一样的number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 but anyway 有时间的话 要去find out 每个人之后的listing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 ok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你又可以拿到lead 对不起 他text给你 你就拿到他的text number 我要找了 对不起 ok 好 拜拜 那我们如果断了之后 再过十分钟 我们再转一下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 再refresh一下 或者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真的蛮好用的 那 自己自己要把握时间去把这个东西 去把这个东西 完成了 我可以来自拍